熬夜吊着一口肩上 看完近五年播放破百亿的三部古装电视剧 你们都看过吗 第一 陈情令 陈情令这部剧可谓是火爆了 在那个炙热的夏天 陈情令很光出世 王一博扶摇之上 肖战涅槃重生 累计播放量已到100亿 479万剧粉仍未散场 她的火爆程度可以说 那个夏天都是阿力 陈情令改编自同臭墨香小说 魔道祖师 电视剧在开拍前 便遭遇了原著粉的狂轰 一部单美小说 却被改编为兄弟情 被无数原著粉所抵触 所幸电视剧剧本并未魔改 魏无限和狼望鸡 这一对望线CB 含蓄地将感情都表达在眉眼之间 在尊重原著小说的同时改编 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渗透其中 突出男人之间的兄弟情和知己情 魏无限和狼望鸡的兄弟情深 薛阳和小星辰之间的虐恋 只有一颗糖的甜 感染了屏幕前的无数观众 为之流泪 一手无稽更是将陈庆令送上了顶峰 第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色 知否不仅人气高 口碑更高 一部优秀的电视剧 不仅依靠剧情 还依靠演员的演技和浮花道 而知否以优秀的浮花道 便可以称为宋代古装天花板 剧组采用上万只蜡烛灯光 仿佛身临其境 呈现出真实的观感 这是由赵丽颖和冯绍峰主演 讲述了盛家明兰与顾廷 在逆境相识相爱一路成长的故事 盛家庶女盛明兰 从小谨小慎微懂得藏拙 前半生盛明兰和小工业的遗憾爱情 后半生顾廷业对盛明兰的宠爱有加 从明兰年幼到爱情 再到结婚生子 通过明兰一生的挫折和成长 带我们走完了明兰的一生 领略了宋朝汴京的人情 看完知否 我们能够学习到很多的处事道理 关于人际交往 做人处事 婚姻等大道理 父母爱之深 则为之寄深远 与人相处依靠的是品性的最低处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 更需要人通通学会明哲保身 一部知否满平的烟火气息 向我们讲述人世间道理 知否现如今 国内播放量依旧增长 已经突破500亿 同时在国外也有好评无数 播放量也超越120亿 别看知否完结多年 观众宁愿看老剧 也不看新剧 至今数据每年都在逐渐增长 依旧碾压新剧 成为令观众值得反复观看的电视剧 第三 三生三世实力桃花 上线12小时 播放量破6亿 总播放量破500亿 单单大结局播放 就破12亿 播放期间 凉凉畅响大街小巷 主话题阅读量103亿 是国产剧历史第一 至今没有剧昭月 这部由杨幂 赵又廷主演的电视剧 上演了神仙之间 三生三世的虐恋情深 又继花千苦 成为一现象级仙侠剧 而杨幂也凭借此剧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这部剧以爱情为核心 将宿命和羁绊相结合 白浅和叶华 情感纠缠三生三世 而这部剧在开播前 便火得一塌糊涂 上线叶华 俊朗非凡 竟然选择赵又廷饰演 观众的褒贬不一 给予了无限热度 赵又廷不负其望 突破遗忘形象 演出低调内敛 却又爱哭的叶华 强烈的反差感 稀粉无数 而当年主题曲 一首凉凉 现如今还在广为转场 配上明场面 速速跳下猪仙台 虐得观众 哭得死去活来 除却这三部剧 花千苦 青余年 香蜜沉沉浸如霜 等多部电视剧 播放量都破百亿 观众恩刷 以上其中 你最喜欢哪一部呢 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观看